当空姐的五大缺点 华航要招募空姐啦 华航是国际航空中待遇最好的 无论是工作氛围或是颜值担当 穿着制服走路是很有风的 人人都在分享空姐行业的优点 一句上都是美丽风光明媚的一面 那让我来说说这行业有什么样的缺点 第一早起熬夜睡不饱 对于很需要睡眠的人是真的很痛苦 很多早班都是三四点就要起床 长航段的越洋航线是要熬夜直勤 你能想象吗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四点要工作 就是你身体明明就很累 但是却用精神去抵抗身体劳累的状况 第二假日不能休息 人家在放假你却要拖着箱子去工作 人家在聚餐你却永远缺席 久而久之会害很多同学朋友疏远 当家人在欢乐的时候 你却要面对孤独低落的情绪 第三身体抵抗力会变长 这是坐席不稳定造成的 虚麻疹或者是身体很多小毛病都会找上你 连离癌 甚至罹患癌症的几率也会变高 第四环境的不稳定性 任床任马桶的人要注意 每个国家的饭店都不一样 南半球北半球的气温也随时在改变 要有超强的适应能力 第五适应人的能力 每一次航班都是电脑乱数分配 每一次一起工作同事都不一样 要短时间与同事培养默契 有一个人的能力 和 连离